我是JTC 籃球训练的 Jack 那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是靖涛 那他也是一位 SC 教练 他是非常专业的一个体能教练 那最近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啊 有互相合作 那他也长期就是会跟我讨论 关于一些篮球训练或体能训练相关的知识 那我就特别邀请他 跟我录一集就是关于现阶段 篮球的训练怎么看待体能训练 以及体能训练如何看待我们篮球训练 我们用双方的切入角度去探讨同一件事情 例如说单腿蹲 哈喽我是靖涛 然后我是一个记忆体能教练 那这几年基本上就是跟 Jack 讨论比较多篮球相关的 比较像技术训练的东西 那我会用我自己的在记忆体能上的观点 然后去结合到篮球上的发力 关于发力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说发力可不可以理解成为机制 或者是一种关于力学的一种代名词 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呃其实因为基本上所有运动 它都会有特定的发力角度 只是说目前来说在台湾的体能教练 很喜欢讲一句话就是健身房就是处理好身体的事情 然后球场就是给专项 所以你如果今天专项做不好 其实是球场上的问题 你应该要多花一点时间在球场上 而不是推给说体能教练 可是大部分的教练都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身体它不是今天明天就更新 所以你今天做的事情其实是会影响到明天的 那大家就可以稍微去想一下 我们今天如果假设做了一个贝敦局好了 那大家很多球员其实在做 呃我先说我非常喜欢贝敦局 我并没有要否定这个动作 我自己很爱练 可是其实有非常多球员在做的当下 他可能事后不是都会抱怨说可能不舒服 甚至是他的胸椎啊腰椎啊骨盆的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重新探讨一下 这个动作他本身的学习技术门槛可能就稍微高 对吧 那在学习技术门槛高的情况下 又有这么多传统的教练会喜欢把它传递给球员练 那是不是可能对球员来说就造成一个反效果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你今天要增加的是一个球员的力量体能 其实你可以用更match到场上的动作去做力量跟体能 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去做传统的肌力体能训练 因为传统的肌力体能训练里头有非常多的动作啊 它是设计给渐进食肖不合用的 就是你可以稳定加重嘛 比如说像深蹲硬举 然后卧腿肩腿这些等等的大动作 或者是有些人会说是结构式的动作 那这些动作基本上 其实都有一定的技术学习门槛 那我观察到的大部分的篮球员在做这类动作的技巧 其实都不是这么好 或者是他在做这一类动作 已经完全是为了拼大重量了 对那你要照相 我举例像贝敦区好了 你在极限的那种角度下 你可能会想要把胸椎打开啊 骨盆的角度打开 然后让脚踝的角度打开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在你打开这些活动度 你是为了去match这项训练 你不是为了去match篮球 那我指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无意事件你可能影响到非常多篮球的发力 对 所以你是从这样子的观点去切这件事情 对 那我刚好听到你说 那他会去影响他的可能活动度啊 胸椎啊 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产生 那我觉得你蛮特别的 因为大部分的体能教员都会跟我说 嗯不会影响 我遇过98%的体能教员都是说不会影响 就是健身房练的那个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 是刚刚讲的嘛 另外两% 有一%是明确的时候说就是会影响 对 有一%的是说正常 影响是正常 对 那98%的是说肌肉酸痛 那个不会绝对不会影响你的赛场上的表现 因为你算是可能就是那2%的其中一类体能教练 算是蛮少见的 因为我会这么说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我在体能训练琢磨很多 其实完全不是 而是实物 我实物经验非常多 我教过非常多的篮球选手嘛 小学到职业队 那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会影响啊 那请问一下98%的人为什么还是认为不会影响 你们不会影响的依据是什么 我的依据是球员就是告诉我说 觉得身体不舒服 觉得身体怪怪的 觉得累觉得卡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我的依据 那如果你没有相同的依据 你的你的判断标准觉得说不会影响 到底是什么 是书上告诉你的吗 还是说你接触到的客户 告诉说你不会呢 那我的我接触的篮球员应该比 普遍的体能教练 能接触到的篮球选手多吧 因为你搞不好就10个 我这一生已经遇过了 应该五六百个篮球员了 对啊 你不可能可以跟我比客户总量嘛 那以统计学的角度来讲 我的应该是更具备科学参考价值 所以我才想跟大家讲的事情是 会影响这是我的圈子 我遇到的事实 那你的圈子可能没有 那我觉得好 那是你的事情 但在我的频道我会去分享我遇到的事情啊 所以这才是JTC的篮球训练嘛 那我看到其实有很多教练以前在教 然后就是他声称说 可能是可以帮助的到投篮 我举例像投篮 因为篮球场上其中的最标志性的事情 那现在讲投篮 对因为那投篮的部分的话 其实像道分的记忆体能教练 你可能会想要说 就是我是不是要加强宽部的力量 让力量更大 你可以投的更远 对不对 或是加强手部的力量 让你投的更远 可是其实你仔细去看 投篮这个动作的机制 我们举例像Stefan Curry好了 就是最好的射手 其实你会发现宽部动作其实并不多 其实他是很快速的吸部的一个弹症 他其实真的是靠那个反弹 跟把力量传递上去的能量 所以其实你说跟单一肌肉 或者是家长宽部的力量 根本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还有屁股的啊 餐头级的我都有听过 嗯其实就是就像我讲嘛 屁股就像我刚刚讲 骨盆宽部这些 其实你说到底相关性有多少 我个人认为很低啦 谢谢 对 你是第一个体能教练 我遇到 呃敢说这种话的 因为你是体能教练角度 我篮球教练角度 对我而言 我教的小三小四的 就已经能用 推投三分 就不是王八推哦 不是三八推哦 是正常的推投 那个就是长大就会很漂亮的 一段式的投篮 就是如果你投不到 跟你屁股有没有力 跟你三头肌有没有力 我说实在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要投篮 投到三分线 我很多客户 一辈子只会投中距离 跟我训练 我马上就可以让他投三分线 就是那根 我绝对不会是叫他去做 屁股 去叫他去练肌力 因为投篮的问题 你射程的问题 应该要从篮球场解决啊 你的问题是射的短 那你就应该要从射的短的地方 去修正你做不好的地方 你才有可能射的远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网路上其实打就可以 增强射程 出现的不会是篮球训练 会出现体能训练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 肩推变重啊 这种三头变厚啊 对不对 哦天啊 我会说他有帮助 但是那个相关性很低 没有我们应该讲说 你硬要说有帮助 一定有帮助 因为以真的 力量的视角 肌肉的视角 那当然有关系 可是他不是最主要 而且如果说你会 你是要因为这件事情 而投的远的话 那代表你的投篮 可能有改善的空间 对就是 如果你只是因为 投篮投不远 然后想要去 去做这些训练的话 我会建议你先不要浪费那个钱 对 对真的 对而且 我举个实例嘛 我们小时候不是都会打躲避球吗 我们是不是都会丢球 如果说一个 一个小孩子 他就不能投得到三分的话 那他躲避球应该丢不远 对 对不对 而且躲避球是单手 对更不用说很多人投篮 他会辅助手来帮一下 对不对 那你应该双手不是应该更大吗 嗯 那为什么躲避球 丢得到 看小学生每个都会丢 对啊 而且很远嘛 又有力 还可以长传嘛 那你怎么会觉得说 投篮会需要是 练肌肉才有办法做到 我甚至可以说一些人 有些人他 练完中训之后 球没丢得一千元 对啊 因为你变硬嘛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变硬到底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的体能教练可能会推给说 他训练量做太大 他恢复不过来 但你要怎么去定义 训练量到底怎么大 很多人都会说嘛 最低有效剂量 我们要做最少然后有效 但问题是 你的最低有效剂量 哎 有些人可能两组他就变硬 对啊 对不对 两组三投 我跟你讲 他这一周前 一周七天 三天不能投篮 对啊 那你是来乱的 对啊 你是来搞事的 其实力量都是有发力极致的 不论是丢标枪嘛 因为我是 那个北市大的 我后来转学在北市大 所以有学蛮多运动 标枪游泳 其实各种运动 其实他都有属于他自己的 专项力量发展的方式 在你还没有熟悉 这个专项力量发展的方式 就是一定程度的技术技能的时候 如果说你就强硬的去加入了重量学练 其实往往都是反效果啦 没有反效果 我都会跟你说你蛮幸运的 或者是你身体的天生的协调 我的协调不是只可以跳舞 或是做出很花俏动作的协调 是即有他本身之间配合的程度很好 对 那你是幸运的那一派 但是很多人不是 那你若今天身为一个教练 其实你要有办法帮助到的是 我很常讲 就是你要有办法让很弱的人变好 你不是帮一个很强的人变好 就我很常讲嘛 你不要帮杰哥变好 你不要帮杨静明变好 因为他们本来就超强 你要怎么帮助一个超强的人变好 变好也不是你的功劳啦 你要有办法帮助到小孩子 有办法帮助到比较弱的人 这才是真的有帮助 你不要拿PR99的来讲嘛 没错 对啊 这个我在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觉得LeBron算是 打篮球最强壮的球员之翼 聪明 LeBron James 对 你叫LeBron James来跟 呃台湾的 搬水泥的 随便一个水泥工比搬水泥 相信我 LeBron绝对输他 对啊 可是你跟我说 LeBron是篮球最 最强壮的 在健身房做了一堆训练 可是我那个搬水泥的 那个同学啊 就我好兄弟 他完全没做这些训练 但是他搬水泥就是一定赢你 我敢保证他搬水泥一定赢LeBron 那是为什么 因为他有办法在扛水泥的 那个身体状态下 他已经经历了长期 五六年的训练 LeBron给他右边肩膀扛两袋 相信我他那个身体已经不知道怎么平衡 不知道怎么去使用他身体的力 关节摆位 他也不会了 对 而且LeBron我可以讲 讲这个不知道会不会被骂 但是我觉得我的臥腿跟深蹲 应该都比LeBron重 真的吗 对啊 一定啊 然后你看LeBron 那个深蹲的样子 你觉得他有办法蹲到200吗 没办法 他平常的训练 他发这么久训练啊 你不要说他在长 他发这么久训练都蹲四五十公斤 他硬举也是占超宽嘛 像不过硬举嘛 做个四五十公斤 LeBron那个摆位啊 以他的身体发育来说 可能不见得不好 可能那是他适合他的 可是你以数字来说 我可能比他重啊 对啊 我随便蹲个一百五 就是我可能可以比他重 但不代表我的发力比他好 对 那刚好因为提到LeBron嘛 我有说嘛 很多NBA球员他们做的动作 其实在重训的观点上来看 不是这么好 可是我觉得这个 不晓得会不会牵扯到一些种族的概念 但是我觉得 美国民族他们的人 因为自信心真的比较强 比较英雄主义的民族嘛 对不对 他们加上他们过去累积的运动量很大 从小就累积很大 他们后面在学习重训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 不是说像台湾的体能激励教练 就是说我一定有个标杆 你的动作要长A 要长B 要长C 美国他们不是 他们很多都照自己方式做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中训动作 非常的Match他们的身体 那这个会是我想要强调的一个点是 我们今天做基力体能训练 应该是要Match篮球 如果你是球员 对吧 那你怎么会说 像台湾很多人做基力体能训练 他是想要让杠铃上的数字变好 他想要让对抗这个杠铃的速度变快 对 因为很多什么速度一群训练这种东西 测你做的速度嘛 动作速度嘛去监控皮疗什么 但你都是for重量训练 没错 你都没有for篮球 for数字 对你要for数字 你不是for篮球 可是我会说 LeBron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我虽然前面说他 我虽然开玩笑说我可能比他重 但是他在做那项训练 我可以保证 他可能极有感受是好的 他的核心启动是好的 他套用在篮球上牵移效果极好 因为我举例不要说LeBron Curry Drew Holiday 因为他们两个的重量训练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他们的排列非常漂亮 非常的不违和 没有不自然 没有硬要挺胸 没有硬要干嘛 他们就是很自然的状况下去做这些负重 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传统式的重量训练呢 对吧 这个也有一个很有趣的 像是Kevin Durant 从近年盟到现在 我敢保证 他的增肌的肌肉量 绝对没有很大 对啊 那美国这么科学 这么先进的地方 然后这么多 喜欢讲说 增肌可以增加对抗性 或者是练肌力训练 或是看起来比较大肢 或者是可以比较有对抗性的人 的科学家的训练师们 为什么 Kevin Durant 始终保持现在这个身材 你这样讲会有人说 因为他没练肌肥大 他没练肌肥大 对啊 会有人这样嘴你 哦 说他是练力量 不是练肥肥大 那亚尼斯为什么要练 变成这么壮 亚尼斯跟刚进联盟的时候 跟KD差不多身材 应该这样讲 其实John Ward也是 呃在NBA这些球员 他们其实是可以 以在美国的状态下 真的可以想要变壮 真的是一年修赛期 可能更快 马上你就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明确的知道 是他们要不要而已 包含Kobe 他自传就讲过啊 他什么时候想要增重 什么时候想要再减重 这个赛季 想要用减重的身体打 增重的身体打 那都是球员自己控制的啦 你还真的以为说 KD是练不壮 这不是欸 是KD的身体打法 跟他的喜好 他喜欢维持这个样子 能打出世界顶端的表现 对啊 这是for他 for KD 所以我们不能用 训练师课本 主流公版的方式 去要求每一位球员 其实反而真的是要设身处地的 为你每一位球员去想 去想他到底要怎么打 他喜欢怎么打 他喜欢做什么样的基地训练 他喜欢在场上 怎么样使用他的身体 我觉得这个是 这比较蛮重要的 你要先 因为大部分的教练就 我有讲就是 你都是宣兵夺住了 你都是先斩钉截铁 认为这个人的基地体能不够 你先认为说 他要准备好身体 才能打篮球 但是其实顺势应该是要相反 你要先打篮球 你才有办法知道 你不足的点在哪里 没错 如果说你今天是个中锋 你真的每天都在扛进去 你喜欢的打法是 你一直需要对抗 你发现说 干每次腿力都很快就不够 你这时候要去做臀推 要去做硬举 你要去做深蹲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现在不是啊 都是教练直接说 哇 检测 哇 这个最大肌力太弱了 我要赶快拉高他最大肌力 哇 那个爆发 怎么跳那么矮啊 增加他爆发 就是这样去安排 但会不会是因为 他们在团队上的 实务操作上有难度 他们必须有一个这样的SOP 才有办法流程化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现在的观众 或是教练们 我们包括我们 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在做一项运动的时候 真的一定会需要这个SOP吗 你在执行这个SOP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当初创立这个SOP的系统 或是那一群人 他们是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下背景 背景才创立的 就像我举例嘛 大部分的美国科学研究 那是for什么人 黑人 白人 那是for黄人吗 如果万一黄人的恢复速度真的比较慢呢 我当然知道这个没有科学是真的 因为大家都会说什么 那是因为有氧能力的关系 导致黑人恢复速度比较快 我知道目前科学大家都这样讲 但你怎么确定 有哪一个人是专门去 特别回来这边去说 针对黄总人跟白人去做这些 其实没有啊 你根本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不是真的就是要靠实物去判断吗 因为你不确定吗 那你不确定你怎么又会说你只要用科学 更何况科学也是长久以来的大数据累积 那我们篮球教练到底要怎么样去分辨 跟我们合作的这样的体能教练到底 具不具备帮助我们的球员变好的能耐 你说要不要请教练吗 不是是我们要怎么分辨 就是因为我也不懂嘛 我就是篮球教练 我要怎么分辨 你到底是会拿输 或是主流的东西教我的球员 还是说你会设身处地的为我球员想 我觉得老实说啊 这个部分是篮球教练也要判断 首先篮球教练自己也要有足够的知识水平 你要先对专项跟技术有足够的知识水平 跟战技技战术有足够的知识水平 你才有办法分辨说 诶这个球员他在做这些中央训练 跟他没有做这些中央训练的时候的区别 如果他做了比如说像秉胜 哇靠他防守跟跟鬼一样吗 跟牛一样吗 那你要不要让他做 做啊 当然做啊 但如果另外一个球员做完 就是教练我跑的变慢了 教练我跑的耐力变差了 你要让他做吗 停 对一定要停 你不是去怪他说 哦没有这个是过渡期 没有那是你游泳量不够 你再要他去跑 他就已经变硬了 你要他就跑不动了 对啊 哦 就是我觉得 篮球教练这边自己要判断 不是说我今天请的体能教练就完全相信他 不是要你 要大家学会质疑 应该说大家学会时刻提醒 思考吧 思考说你现在现现阶段做这件事情到底合不合理 我们不是要要你去质疑你合作的每个人 对对对 我们不是 我们是要你去思考 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合作 因为我也不是一定要质疑装上训练 我自己每天都在做 就是体能教练啊 我很喜欢啊 而且我超爱我做超多 我是疯子 我下班也都在中训 你说你除了波罗伊还有学什么 CF是什么 CFSC 跟FMS DNS 然后FP的系统 我也有练过一些 那你练过这么多 对啊 的感想是啥 我说不要说对篮球 我说对于你本人 对我本人呢 我会说每个系统其实 我们去思考源头 其实多多少少会发现啦 都有一点是为了要赚钱 因为其实所有系统的根源 是一模一样的 他只是发展出他不同强调的点嘛 对吧 你会说FP就没有重训的元素吗 有啊 一定有啊 但是他想要发展的根源 我这边就不做多做讨论 但是我会说 所有的系统 他们其实源头都有一些雷同性 所以关键还是在你怎么使用身体 跟你所参与到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我举例嘛 嗯 我举例空姐 空姐你说练FP有必要吗 或者是空姐你说练 变辣 要怎么变辣 哪一个系统会变辣 你指的是变辣嘛 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 要回到传统吧 我这边没有要物化女生的意思 我只是 我只是要讲实话 可能大部分现在女生 审美观 审美观 审美 审美 对不对 喜欢让肩膀变得纤细一点 然后稍微有点阔背 然后让腰身 要更有腰身 对 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直接去练杠牙龄 嗯 你直接去做肌肉的肌肥肥大训练 肩脂的练习 不是更直接吗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一直强调FP 那也许就没有这么有概念嘛 以审美的视角嘛 对不对 所以我会说 什么训练是否 你是什么主角 你想要目标 甚至是打扫阿姨 打扫阿姨她每天处在宽躯的角度下 那你当然就需要练到很多的髋关节的动作啊 对不对 如果如果他要练的话 对不对 那你可能就不会需要这么多 但是我阿姨是准啊 不会需要这么多臥推嘛 对不对 像我喜欢 因为我其实还有个身份 我教很多大力士的东西 Strongman 我知道 北国大力士 我有拍影片 对 我相信应该有人看过 对那 呃大力士有很多需要移动不同形状的物体 所以我在这方面能力就很强 那我是不是就得牺牲一定程度的篮球表现 可是我像我这几年做的事情就是 我从中去找个平衡 可是我找这个平衡花很多时间 我去知道自己的身体的体感 我去觉察身体 这花了非常多精神力 相信我大部分球员没有时间 也不愿意去做 球员训练就已经辛苦得要死 他哪有时间研究啊 对不对 更不用说有些教练也每天忙得要死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研究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谨慎介入啦 不要这么盲目的就是说 一定马上就给球员重要训练 对啊 现阶段大部分的教练都会 对很爱讲一句话就是 你那个肌力量不够 你那个体能量不够 你说体能教练还是篮球教练 我觉得篮球教练也有承认 OK 对很多不太懂 就是可能 但这我不知道会不会攻击到你们 但是很多篮球 声称是篮球教练的 可能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么理解篮球 这项运动 你就会变成说 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要撞 对不对 我深蹲中 我在场上对抗性就久 我的硬举强 或者是我有样能力够 我在场上对抗性就久 那我要告诉 就是我希望告诉的是 观众跟教练是 以上你的深蹲硬举 或是你游泳能力强 在场上对抗性都不会久 你在场上的对抗专项练得多 你在场上对抗的性才会够 才会久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因为篮球是一个很复杂的运动 它不是这么格式化的运动 或所谓格式化是像 比如说游泳好了 对 我当然知道一定有特例 可是游泳它叠式就是叠式 自由式就是自由式 养式它就是养式 可是篮球场上不一样啊 你会看到有人是这样偷懒 有人是这样偷懒 有人是这样偷懒 他没有规范性 他比较没有规范性 在身体的实用方面上 所以你不太可能用传统方式去讲 这是刚刚我们前面有提过的 那教练就应该有个认知说 你不要今天做不好 就怪给肌力体能不够 因为你这样的说法 会让肌力体能教练自己膨胀 认为说自己是主导 你会认为说你自己是主导 问题是 你一定要清楚你是辅助 而且你不要嘴巴上讲你是辅助 然后结果做的事情还是一样 就是整天把他当主导 你整天要你的球员做那些跳跳跳跳 那边硬举硬举 深蹲深蹲 然后一直说不会影响啊 你要多练专项 你多练专项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课表计量抓得很好 你怎么知道你课表计量抓得很好 你有真的去跟球员去沟通过 跟球员的教练沟通过说 他的场上表现有没有差吗 没错 你今天你是体能教练 球员哪敢跟你说 哎干体能教练我不想深蹲啊 那有几个球员敢讲 除非你先是杰哥那种等级的嘛 那你要像杰哥一样强啊 又不是每个球员都像杰哥那样强 对不对 所以教练其实是有责任 也有那个义务 我觉得不然你不要掺杂到球员的训练 我这边针对是篮球 我也要再强调 哇惨了 这个我要帮忙讲一点话 帮忙体能教练讲话 其实是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们篮球教练其实对重训体能 训练这一块一窍不通 实话一窍不通 那那个时候我们都会很希望自己的队上 或者是身旁有一个体能教练 或者是球员能自己去找重量训练师 去加强自己的身体 因为我们对于这一块是完全不同 那我们就先假想练了会变强了 那这几年的状态下 我们已经试了十年了 已经发现好像没变强 所以现在呢其实观点已经有点 又有点反转了 现在已经是从以前完全没练 然后到练了原本自以为会变强 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根本没变强 还有些还影响了我的篮球 所以我教的从国小到职业队 我有一些小学生小六大腿都硬邦邦的 来找我训练的时候 我训练的东西没办法做 因为他的松弛做不出来 他本来小学生该有的松弛程度做不出来了 我必须叫他爸爸带他去放松 或者是找运动按摩 运动物理治疗师 哇塞 才小学 才小学 那更不用讲高中生了 高中那些更夸张 因为什么 因为会在基层的体能教练 国小国中高中的体能教练 跟在业界上100堂课的体能教练 等级绝对不一样嘛 你能在业界扛100堂的教练 绝对水平 不要说特别强 他至少靠这个吃饭 你在基层你领月薪的 你就是一个不要说铁饭碗 你就是领底薪 你有练好他没练好他 你都领一样钱 那你怎么可能跟外面的等级 跟市场竞争的等级是一样 所以其实有些基层教练 其实篮球教练也很可怜 就是他的选手被 被你说的练坏掉了 练坏掉是真的 是真的有 可是那也是因为我们当初 我们这些篮球教练对于 体能训练这一块是完全不懂 就是我是说的是10年前 那在现今的这个训练环境 其实已经蛮多篮球教练 都已经拥有基本的运科知识 也知道周琦的概念 都了解说选手需要搭配体能训练 我再次强调的是 我们这部影片我跟靖涛都不是要去否定 任何人任何派系 或是叫你们不要做训练 不要做体能训练 喜欢就做 对如果我今天这样讲 如果你做的对你有帮助 你主观认为有帮助 没有影响拜托你做 做做做做 丙慎 对丙慎啊 丙慎做成这个样子 强成这个样子 你就继续做嘛 如果你觉得有影响就是 你好像练了很久 然后发现篮球也是没有变强的 我这部影片就是要告诉你 拜托 那个教练要么换掉 要么你停住好不好 因为你的问题 从而到以都不在训练 你是球打不好啊 我都没有在做什么 重量训练体能训练的 你如果都打不赢我了 你泡什么健身房啊 大部分人都打不赢你啊 对啊 大部分人都 好 这是事实啊 对大部分人打不赢我 因为我有练技术嘛 我不是因为我天生强 或是我是靠篮球吃饭 不是啊 是因为我花时间 我只是因为我花时间在这边嘛 你如果花时间在设计网站 我也没办法跟你比啊 或是你花时间在体能训练这一块 我当然没办法跟你比嘛 就是如果你有这种疑问 就是你重量训练 上了五六十堂课 你都觉得你的篮球表现没有进步 拜托不要再练了 你要么不练 要么来招 我们好吗 我没有要业配啦 我只是跟你讲你可以不用练了 可是如果你练了 你觉得有效 你就继续练 然后拜托 这部影片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觉得有效的体能教练 这种体能教练应该被广为人知 我们统一一起帮他增加业绩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认为你的体能教练对你有帮助 在我的频道留言 把他的IG页面推下来 我统一帮忙曝光 OK 就是体能教练应该是要准备好球员的身体 对 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是真的有具备这个能力 你要准备好一个球员的身体 你一定要至少要先理解这个运动 你不要说你小时候在公园有打篮球 你就懂篮球 对 你要看高级赛事 你要看小球员一路到成年人的球员 他们的身体变化 他们怎么去做动作 甚至看各个国家 你现在有办法统整出自己一定程度的心得 我自己到现在我也不会敢说一定很理解 但我会说我比过去在传统中训的那个实习上理解非常多 那我自己应用在我学生的身上 其实他们的反馈都很好 对啊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没有要否定那个错 也或是说对 我们我们两个可能没有办法讲什么是对的 可是我们至少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已经实证 然后我们可以用删去的方式去做这些事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步啊 因为我们 因为你要说到很对 那其实啊 讲白了 除非你今天带到LeBron 你带到Curry那种等级的人 不然永远都会有人说你在唬烂 因为科学就是那样讲 你怎么可以直接否定 我这边没有要否定科学 可是就像我刚讲 你可以从球员本身的反馈来当个实证吗 如果今天球员都说不了 你是不是体能教练应该想想 那我们是不是渐渐的就可以用删去法 删去一些可能 大体上球员真的不是那么适合的训练 对 那我们慢慢的就可以把它优化 这个才是进步的一个过程吧 我记得上一段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笑说 除非你是杰哥 你才有可能说 教练我不要做这个被蹲局 杰哥他做的动作 不管是场上 还是我私底下来看他重训过去 其实他都非常去用自己的方式做 所以他的发力其实 自己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看得出来 如果我今天是想看 以Jack你教的技术训练的视角 可能杰哥的技术训练 不会这么适用在大部分的人 第一个大部分人做不到 第二他可能不是技术训练真的 那么想要的样子 可是那是杰哥他最顺的发力方式 他可能余生俱来 他从以前打三打三斗牛时期 他就用这样的方式 那他真的是各项数据都是顶尖的人 他有办法这样 你一般人用他那种方式打 早就爆掉了 早就被教练兵在板凳上了嘛 对不对 早就发展不到直篮的等级 没错 所以我们不能用倖存者偏差 就像我刚刚讲的秉胜就是一个例子 你如果说秉胜仲训练做很好啊 大家不是也可以效仿他吗 那你就是倖存者偏差 因为只有一个林秉胜 这我在跟大家分享 呃我认识的 不要说我认识的 我知道的60%的职业队的两将 都不做他们球队的仲训 那这个就 这就是事实啊 为什么呢 因为对他而言他有做没做 他都打爆你啊都30分差 所以还是回到那个重点 篮球训练跟体能训练 篮球表现大于一切 因为我是洋将 我只要能交出30分的数据 我完全都不练都无所谓 我篮球训练也不练 我体能训练也不练 我只要能交出篮球表现 我就能活下去 所以这个是很客观的一件事 我认为大家必须要 真的是为了球员好 然后大家都能愿意去 呃不要说团队合作 不要互相影响 对 不要互相影响 这个真的是蛮不太不太 不太确定自己真的 有一定程度理解的时候 其实保守为妙 先保守为妙 真的保守为妙 更不用说很多教练 包括过去的我自己 可能其实真的自以为 自己对肌力训练有一定程度了解 其实没有那么理解 因为身体其实 很复杂 很复杂 对像极绝中立 极绝中立的定义啊 极绝中立的定义 其实是剑骨脚 但大家都不懂嘛 大家只会说 什么骨盆前后勤 找中间 这么简单的方式 你怎么知道 那是他的中立 我们篮球场上 或者是你说 像游泳选手 格斗选手 羽毛球选手 每个人的身体样貌都不一样嘛 像最近奥运有 大家都会去看赛事嘛 会发现说 游泳选手好像就会长得肩膀很宽 会长成一个样子 所以筋膜会有适应性 其实你怎么做身体 就会长那个样子 我们像举例像篮球选手 篮球选手一定会有圆肩 那肯定啊 不然你怎么运球 你怎么投射 可是我遇过超多 体能教练要练阔背 把圆肩拉回去 首先啊 其实会这样讲的 就代表 他不太理解机动学 可是我以前 差点被 有没有舞蹈 不要说多以前啊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但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那我大学的时候 那就是我学生时期 我是篮球员嘛 那我当然会觉得说 什么胸肌要跟阔背肌平衡 会比较好 我听过这样的说法 胸跟阔背都是内转肌啊 其实都会让你更远肩 真的啊 然后 然后我就 中下斜方 我就去练了 然后我后来 现在当然就这样 你就发现 没有啊 我头蓝不圆肩我要怎么头 我胯下运球不圆肩 我怎么胯 这样胯 胯起来像智障 你会很多动作没有办法做 对啊 所以其实摆位啊 摆位的 就是大家很强调关节摆位 我也很强调 可是我强调的是 match到他日常动作 match到他运动上的动作 而不是强调你眼中所认为的那个中立位 因为很多不论是传统还是非传统的训练系统 大家都很强调摆位 可是问题是 你要能够match得到篮球嘛 不然你怎么声称你可以帮助得到篮球 对啊 你怎么声称你准备的这副身体 是可以match得到篮球 比如说像我前面举例的 你要带球过半场 请问你在大家认知的那个集权中立的角度下 你要怎么有办法做出有对抗性的带球过半场 就是因为你日常都在让 这个球员准备身体的时候 都是处在这么的你眼中的那个样子 他回到球场上他要一辅身一宽躯 做出那个动作的时候他根本不习惯 因为他脊椎已经太常呆在那个死死直直的那个位置 可是球场上其实我们一定会有点含凶 含凶的状态下做对抗 很多教练就会说这样腰会受伤 不会那是篮球正常的 受不受伤其实跟疲劳度有关 跟你的张力平衡状态有关 不是这么单纯说我一定是那个位置 所以记忆体能训练千万尽量要记得 不要影响到篮球 否则你其实就是帮到嘛 好 这一把先到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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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